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美国黎叔,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件由淡月阁珍藏的南宋龙泉姚梅子青菊伴花口斩脱。 古人永菊,始于屈原,曾有朝隐木兰之坠陋西,西餐秋菊之洛英之巨。 有爱菊者,最为著名当属近人陶渊明,进而引发唐代赏花潮流中菊花之诗意的升华,彼时的秋菊以远波海外,成为四方赏值之名品。 宋元是菊文化的巅峰时期,各类花谱叠出不穷,菊之高雅脱俗,隐意不争的气质,暗和时人的审美趣味,又如李清赵的末道不销魂,连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将丝比菊,行神为宵。 慎于道,禅两家也乐于品菊,神仙时也,亦如玉玉黄花,无非般若。 中国古代艺术家和陶瓷工匠在设计陶瓷造型时,善于从大自然洞,植物中获得灵感,白菜,瓜形,陶形,荷叶,荔枝,佛手等造型屡见不鲜。 这件南宋龙泉窑菊扮花口斩脱造型规整,取形于菊,身伴并列十足有四,谢爪清枝,苏润如玉,金线促生,妙如天成,堪称古陶瓷模仿花朵造型的典范,大有九丘宁富,晚宴灵双之意境。 大家都知道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鼎盛时期在南宋。 由于融合南北技术优点,提高烧制温度,成品瓷化程度高,在技术层面达到了现代学术认定的瓷器要求,同时改进幼料配方,创制出粉青、梅子青等前所未见的品种,被历来藏家积赏,列入宋代名谣, 为宋代六大谣戏,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 其烧造历史长达一千六百多年,是中国致辞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词谣戏。 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知识要点,此件梅子青菊半花口斩托,由于它过烧,所以呈现偏绿的梅子青色右面并有交织如网的开片纹,越是过烧的梅子青色调就越发绿。 大家注意到斩托内周壁依随十四个花口凸起十四道棱脊,花口边沿和凸起的棱脊上都有明显的黄棕沁色。 这些沁色是因受面在高温下,胎里的氧化铁从右面相对部的地方吸出的结果,正使这些自然的沁色更加凸显出菊半花口的美感。 此种妙趣天成的沁色并不多见,十分难得。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觉得视频对您学习古词鉴别有帮助,就请点个赞,关个注,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本期古词属经兆堂艺术旗下的淡月歌珍藏。 汉有淡月品评人物,金有淡月品评古词,再次感谢您的观看,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